一网打尽 范仲淹是宋朝政治革新派的领袖人物 他为政治改革做了很大的贡献 有一次范仲淹提拔诗人苏顺卿 做尽奏院主官 苏顺卿多次上书皇帝 批评宰相吕仪简 因此吕仪简对此怀恨在心 发誓要除掉改革派人物苏顺卿 一次御史刘元瑜上书皇帝说 苏顺卿在京城寻欢作乐 找歌女陪酒 皇帝听后很是不满 再向吕仪简乘机打击革新派 皇帝一怒之下撤了苏顺卿的官职 其他一些革新派的成员也被革职 事后 刘元瑜对吕仪简说 我已经替你把苏顺卿一伙一网打尽了 一网打尽 原指一网打完河里的鱼或捕进山林中的鸟 在这里引申为一个不漏全部消灭 现在我们常用一网打尽 来比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 违法犯罪分子 好了 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成语故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